懂懂最懂董宇辉 我知道你们委屈 大家好 我来这介绍好吗 其实我知道这个事情最后会变成这样 在那天晚上董宇辉12点多出来回复的时候 我就知道后面会变成这样 一定会有人拿这个事情大做文章 然后上黑热搜 我们其然在某个平台上就有那个热搜 董宇辉回应奖品质量下降 你看这个热搜设计的是多么的巧妙 回应奖品质量下降 其实这里头带着结论的 你奖品质量下降 你回应的是奖品质量下降这个事 其实人家奖品质量下降了吗 并没有 而是就像我说的 有些人他是烧锅炉的 去指导人家做火箭的 他们在瞎提意见 而且经过这两天我观察了一下 我觉得就是有人是故意带这个节奏的 在评论区 他们集中发评论 集中去点赞 集中去刷屏 让这个评论被他们看见 然后宇辉看到了 果然受影响 出来回应 回应了之后就像我说的 今天你回复了7条 明天他们会提出17条 处于镜永远风不止 而且我知道 宇辉肯定给这些孩子们 提前说了 你们不要这个情绪化表达 我们将军赶路不追野兔 我们不要跑几十里路远去 打一只蚊子 但是 董董这个孩子 我们大家都知道 他比较的重情重义 我之前就猜 肯定会有年轻人忍不住 出来发言 果然在第二天 董董就发了一个视频 他的视频主要就说 宇辉的白头发越来越多了 我们知道 宇辉你非常的努力 你一直在努力的赶路 但是旁边的草蝇 旁边的野草 旁边的野兔铺天盖地 他说 宇辉出来解释 并非自证 而是怕喜欢他的人担心 但是 那些冤枉你的人 远比你知道你有多冤枉 然后 董董说 三个月来 我们做了这么多的努力 但是能被看到的 微乎其微 他说 我们无数个夜晚 因为自己的不完美 而内心惆怅 他说 是你给了我们力量 让我成长 他说 但我也清楚 我成长 你可以帮我 你成长 谁来帮你 其实他真的就是心疼他二哥 董老三心疼董老二 他已经不是第一次 出来为东宇辉这样仗义直言了 这个视频发出来之后 反响特别的大 我看的时候 一万多赞 到后面 十几万赞 然后评论上万条 大家都是在对东宇辉 他们表示支持 其实这个事情 我在那天 那个情绪化表达的视频里 就已经说了 我觉得 没有必要去听这些人的 他们不懂 他们瞎指挥 他们甚至是别有用心的 就像这个货盘和选品的事情 你们都应该自己按自己的节奏走 其他的那几条更是无忌之谈 你们不能被这些人带了节奏 然后董董这个视频发出来 没多长时间 那边又上了恶搜 说董董说董宇辉白发多 然后我看了一下那边的评论 热评好几条都是恶意的 说你不想干 可以不干 你觉得累 你可以退出 等等等等 反正就是这种阴阳怪气 然后这边 董董的评论区 也有大量的这样的评论进来 然后可能董董觉得 这个上了恶搜 对宇辉 对宇辉同行又会有不好的影响 他把这个视频给杀了 所以为什么我要录过视频呢 我就是想跟宇辉 想跟董董 想跟这些宇辉同行的主播们说 你们不要受这些声音的影响 总有人在黑暗的地方 盈盈勾勾 你永远也没办法制止 他们这种行动 他们不会停止了 他们今天给你搞出这几条来 明天还会给你搞出那几条来 这不昨天你们受了他们的影响 你们在直播间 跟导演组的互动 就减少了许多 很多朋友就说有点不习惯了 其实你们要知道 大家喜欢你们 是因为喜欢你们的特色 你们的风格 你们的调性 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你们之所以优秀 是因为你们有别人身上没有的东西 现在有些人就想通过提各种各样 莫名其妙的意见 让全网断层第一的直播间 泯然众人 让你们把你们本身的特点都消失殆尽 让董宇辉把自己的独门秘籍 自费武功 我说了好几次了 我在直播间也会说 大家真的不要受这些影响 如果你真的觉得董宇辉好 觉得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好 你哪来那么多意见呢 你觉得这个产品好 你就买 你觉得不好 你就点点赞支持一下 哪来那么多意见 我问了好多的丈母娘们 他们都说我们都是悄悄的下单 自己翻着购物车下单 我们不看什么排班表 我们对排班表没意见 我们对与辉看不看镜头没意见 我们就喜欢与辉跟导演组 我们没有那么多意见 这些意见是谁提的 这些意见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 这些意见为什么会集中出现 在这几天我希望大家都琢磨琢磨 而且我也希望大家把自己的声音 该发得发出来 你得在他们视频的评论区 你得在他们的直播间里面 把自己的声音发出来 我前天也在他们的视频后面留了眼 我以前一般只是看很少留言 但是你会发现 有些别有用心的留言 由于他们的操作就会排到前面来 所以大家不要吝啬于自己发财的小手 多留言 告诉与辉同行 我们喜欢你们现在的方式 我们欣赏你们现在的方式 我们赞同你们自己调整的节奏 我们没有那么多意见和建议 如果真的买到产品 有意见可以找售后 如果真的对他们的操作有意见 可以跟与辉同行的售后去反馈 我们不会在公屏上在那刷屏 你要这样 你要那样 我希望大家能够让与辉同行 能够让董董他们 能够让董与辉看到你们真正的声音 现在有些人利用了评论区的规则 代替了你们发声 请大家一定注意这一点 请大家不要吝惜自己的发言 请大家多给代表了你自己真正心声的发言 去点赞 让更多的人看到 让与辉同行看到 让董董他们看到 让他们知道 我们理解他们 我们明代他们 恶意无处不在 但是善意也从来没有走开 我们是他们的拥顿 我们是他们的支持者 而不是闲来无事 就给他们指手画脚的管理者 与辉同行需要的是理解和支持 而不是这些外行的支持点脸 所以也希望董董你能够坚持做你自己 与辉你能够坚持做你自己 与辉同行 你们也要坚持做你们自己 你们没有错 错的是有些别有用心的人 你们的支持者很多 你们不要被有些人带了节奏 你们现在做得很好了 你们要勇敢 你们要坚强 你们要在这样的风雨中 更加快速的成长 你们要用自己的决心和智慧 让那些别有用心的声音 徒劳而返 加油吧 你们的支持者众多 你们一定能够做得更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